日本福岛县山里的水竟然都变色了 今天大宝和朋友要去福岛县旅行了 做了一上午的新干线 我们来到了福岛县的猪苗带 这里有非常美丽的五色枣 1888年 这里的盘铁山火山爆发 形成了40多个大大小小的枣 这些枣中蕴含有丰富的矿物质 枣中的水会因天气及浮游生物而产生颜色变化 以这五个枣最为有名 孤芝一代被成为五色枣 不能白赖一趟 今天给粉丝送福利 大宝在现场灌了一瓶五色枣的水 大家想要的话 可以私信我哟 我哟了一瓶五色枣的水